我刚才吃了一个面包,他给我的 那你吃点消耗了 那个重点是在于说 你已经写得到,好像文师都没有了 你感觉会这样子 可是,影响我最大的是,让我写 变成一个说,我每天会记账 我每天会写我的那些行事例 那他问一下,你第一次写了,不可以走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写了,就说我今天早上吃什么东西 不是,不是写什么呢 然后给你走啊 情书啊 情书,如果说我太太今天没来 我写给他的情书 我写给他的情书,大概不下两千份吧 两千份 我认识他八年了,八年抗战成功的 两千份 你第一次写的情书上面写什么 第一次写? 那是另外一回 小孩子 这个四千多空的那个都要算 第一次写给我太太的情书 对,第一次写 真的忘了 他老公也有留着吗 你什么时候将他来和 他将他有点来就好 他不可能留着 因为我岳父说 那个都是被子 然后要烧掉 我岳父是文学家 等一下等一下 可是你写了会烦 他为什么会写情书 还可以写两千多工 我当兵的两年 我当兵当预官两年 我每天都写工 每一天都写工 很有间断 可是两年才一千 两年还不到一千 不是啊 我结婚 抗战八年五奖 所以你是写了八年才取到吗 对对 老师三次的课 他才来的日记 对我知道 我们他念头来 OK好 就是一个日记 好关系 那个待会慢慢来 那六年级写日记的人 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 写最重要 我觉得这只是写给自己看 写给自己看 就是久久回去翻翻自己的日记 因为觉得自己有成长 那从六年级写到现在 对啊 现在是二十岁 二十 要讲吗 可以啊 那三十九年都讲了吗 二十八 所以已经写了十多年了耶 对啊 好 所以每天都写吗 嗯 每天都写 对但是我并不会每天都写很多 我比较是流水上的 只是记录而已 所以你从十二岁到二十八岁的点点滴滴 只要去你家 偷日记本就可以看到吗 不是因为后来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我妈有天在大扫除的时候 他就翻出了一些成年的笔记本 那那不是我的日记 但是我就觉得很心慌 就很担心我自己有些会被发现 所以我就把他们严密 严密 对但后来我就觉得很后悔啊 可是已经来不及 对啊 那种事情自己看就觉得笑笑结果 可是妈妈会很紧张 她说你那时候怎么没有告诉我什么的 后来我就觉得啊 那你可以这样拿写回来吗 没办法 对 有一种办法是寻找你那个失去的日记 我们等一下可以去 等一下我国可以 可以明明采访大纲 我们大家会有段列情 我们上次没有明采访大纲 对不对 好 你是几年级开始 我是当兵啊 最近这里面比较有名的 当兵才写这两些多数吗 没有没有没有 都在寻寻 那时候写是不是 我写这些 自己每天的生活啊 各方兵 哦 所以二十几岁 做一些整理 对 现在今天有带吗 没有带 好可惜哦 我再想看看 好 好 这就是日记跟写作 如果有很多人写作的兴趣跟灵感 是从写日记开始累积 如果 你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或许 可以从现在开始 每天一条 如果你不太喜欢写文章 用条例式的 一二三 一 今天花了一块钱 吃到一个好吃的茶叶蛋 二 打公司的时候 不小心看到阿公 跌了一小五 不踏起来算日记比善 等等 三 看到了一只白色的舞妖 站在7-11前面唱歌之类的 好 随便都可以 就是你把生命中 每天最值得记录的三件事情 用大纲写下来 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 你就把它写下来 然后 一个月之后来翻队 你会发觉很好玩 你会发觉很好玩 你先练习写下来 先练习写下来 所以我们在第一堂新闻 播放中的时候 是告诉大家 对新闻有兴趣跟热情 可是我们今天要认真去区别 写作跟新闻有什么不一样 写作是写我们喜欢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 写谁喜欢谁 或是哪里怎么样 我今天心情 你评计划率怎么样 可是新闻这件事就不一样了 新闻这件事 你要有好奇心跟使命感 就好奇心非常的重要 而且你的使命感也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是因为你是有一群 会被感动的名者在里面 然后你写的东西 也会把你的名字留下基因 那什么新闻写作 什么道三角那些 我通通不规定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去学习那个感觉 因为以前在我们大学的时候 那个叫新闻轮理是要 花一个学期两个学分去学的 那个轮理我们就把它放在 使命感里面来 使命感这种东西 其实也不容易教 但是就是要把它买在心里 成为一颗种子 让它慢慢的发芽 好 那接下来大家 已经都写过一些东西 那我们就从最简单的 这件事情开始 为什么要请大家 用生活的这个部分来理 第一第二第三 有三件事 那就是一个采访大纲的开始 那我们现在要分 主要征求 那个我们班上奇葩的同意 那个日记写最久的 班长 班长 我们想要分三组 我们想要分三组 这是班长组 班长你觉得我们应该分几组 你觉得我们如果要讨论到 比较有一些效率的话 你觉得我们要分几组 三组就可以了吗 三组就可以了 好OK 那我们就分三组 班长组 还有 不写会死组 不写会死组 还有一组是 还有一组是阿额组 阿额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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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额对不对 对 好 这三位呢 我们想要去跟他一起拟订 采访大纲的同学 可以各自去找 我们一组大概是要有四个人左右 四个人到三个人左右 那大概平均分散 最好有上过两次以上的人 带着上第一次的同学 第一次嘛 第一次 那你想要 等一下 我们要那个进了 那个要有那个尊贤 你想要选哪一组 我们刚刚都听说了 大概 不写卫士 不写卫士 我老师一起这个名字没有人 每次都出了 那你自己改一个嘛 不写卫士组 那你又先指定了 其他我们就自己来好不好 那至少我们要分组 然后待会就是 开始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那一组的每一个同学 都要针对你的组员 你一个采访大纲 加起来就是你这个组的采访大纲 每个人都要对这个人提出一个问题 但是不能重复哦 不能重复哦 这样子好不好 就像我刚刚说的 一什么二什么三什么 如果有四组 你要给我四个问题 就是你的采访大纲 然后这个采访大纲 最后由每一组的组长来统整 你们要开始讨论 你们就开始问他问题 开始聊聊聊 然后有五分钟问问题的时间 问完之后 队长觉得很棒的问题 就把它写下来 你很喜欢哪个问题 你就把它写下来 然后每个人都要发问哦 好 计时开始 我们到四十分 开始分组 你看你对谁有兴趣 你就去找他 可以开始啊 老师那请问一下 就是说 是不是说现在分组 然后我们三个就是被采访的对象 没有 就是组长要负责收拾同学的问题 那我要问什么 没有 你不用问啊 那我问 他会问我 对 就是针对你来发问 你要选问题 对 你要选他们的问题 你觉得他们问的问题不错的 你要把它选下来 然后把它做成单题 就是每一个人的问题 对对对 可是每个人都要问一个问题 最少 对 他们问你 什么问题都可以 你愿意回答的 对对对 但是一定要先写问题 不一定要让你回答 你可以简单的回答 我们主要是在你问题 对 就是根据这个人 你有兴趣的 然后你有兴趣 因为我们刚开始讲 兴趣很重要 对不对 好 那开始 我们可以开始 两搜赛 然后赶快去问问题 是写作还是新闻 写问题 不是 不是 问问题 对 你只是说以新闻的方式 还是以写作的方式 你刚刚说 新闻 新闻 可是写 新闻是好奇心跟实力感 对对对 是兴趣啊 没关系 就是你有兴趣的那个人 你对那个人有兴趣 才会想要去写 对不对 有好奇 对不对 没关系 这个东西我们先打赛 那个东西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写作要有兴趣跟热情 但是写新闻要有使命感跟好奇心 我们现在 我们这样不要 你把兴趣擦掉 我们从好奇心开始 你对这个人有好奇心 你想要采访他 我们现在开始要你采访大纲 这样可以吗 好 可以开始聊天了 赶快去问 采访谁 对 采访你 就是你要去搜集上的问题 他们现在开始问你问题 可是你不一定要回答 对 可以开始动起来 你要选谁 我想 好 赶快开始